體育署推動的學生 每週至少運動一百五十分鐘 Sports and Health SH150計畫 記者會現場小學生操著整齊腳步 演出練習多時的踢踏舞 宣傳大使偶像團體Dears 監聽瑞和安傑希也現身站台 兩位女孩先前深入校園 體驗學生平常進行的 蜻蜓 木球 校園路跑等運動 感受到滿滿活力 本身不會游泳 然後又有點怕水 然後這次要去體驗這個蜻蜓 因為很多人就說可能會 如果浪大的話會翻船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很緊張 想說會不會翻船之類的 但其實真正體驗了之後 發現非常的好 全校一起參與的感覺 就是可以讓同學們更感受到 不只是同學們自己在跑步 連市長們大家就是一起熱愛這個運動 那他們自己就是讓他們的學生 非常的活潑 然後身心也非常的健康 SH150計畫進行邁入第四年 從去年起加入大使校園巡迴體驗 這次前進台北 嘉義 澎湖等全台各地六所學校 藉由大使的視角更了解各所學校怎麼安排 讓學生從週一到週五間累積達150分鐘以上的運動時間 踢箭子 箭跑 舞蹈都可以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中小小朋友把這個運動養成一個習慣 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利用全肩害下課時間活絡筋骨 除了強健體魄也能消除科業緊繃和倦怠感 提升專注力 培養出更健康的身心 會在體育新聞採訪報導